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来自台中南投云林的脸博新闻 为了促进中台湾与日本更广泛的交流 并且争取台中到民谷屋固定航班 中张头三位首长28号是搭乘华信航空 花线台中采汇包机 由青群岗直飞日本民谷屋 受到日本当地官方挥舞中华民国国旗热情迎接 在五天的行程当中 众人将针对经济观光城市治理等进行考察 期盼在国内区域合作的模式下 共同争取国际发展机会 28号一早台中清泉钢机场就非常热闹 包括台中市长林家龙跟张华县长魏明谷 还有南投县长林明珍 三位首长是亲自率团 要就这一天搭乘华信航空的花线台中采汇包机 前往日本民谷屋苹光光 民谷屋到日本去行销时候 让他了解 从日本要到我们台中机场来 是非常便捷的一条航道 那么都增加观光客到我们中台湾来旅游 我们张华县也是花卉 以及苗木的生产种地 那我们可以跟台中中张头结合在一起 一起来行销中台湾 我们会去参观 因为爱知县过去就是办过万国博览会 他们也有这个花卉的产业 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中张头三个县市首长 可以说我们三个县市都有可以未来对接交流的合作的项目 经过数小时的飞行时间 三县市首长团队一架飞机 也受到日版当地的官方挥舞国旗特企迎接 而彼此更互增纪念品 来纪念整历史性的一刻 在接下来的五天行程当中 三县市首长团队将针对观光 经济 城市治理等面向要进行密集考察 也期盼在国内区域合作模式之下 能够扩大共同争取国际发展机会 我们很期待跟日本的中部 可以透过这次的首行 建立起未来更密切的关系 计划执行执行 那么对我们两国之间的观光旅游 还有交通各方面带来一个 迈向一个新的里程碑 看好中部的观光双机三县市首长 也将签订中台湾与日本中部 广域地区的观光联盟协定 希望吸引日本人来到中台湾观光跟投资 而除了进一步争取 两地开辟定期的航班 也将宣传2018台中世界花博 让更多的日本民众 可以了解到这场国际级的花卉展览生事 记者综合报道